Tresla 特斯拉一直非常非常地重視中國市場 就在上个星期 就是整个特斯拉全球的 第500万辆车 也是在上海工厂下线 所以就是这个制度的优势 不仅仅可以帮助一个企业 非常快速的落地 然后还能够在 就是后续的经营当中 使得它能够始终保持活力 然后始终保持一个 更快的速度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可能是非常给大家 非常大的信心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 就是一如既往地 加大在中国的投入 而且我们期待 就是它一定会 接下来的下一个十年 应该还会比这个十年 能够做出更多的成绩